9月3日 布蘭燈在他的YouTube頻道公佈了新的節目 名為《平圖 夢境和顯像》 來自於其他人對未來的預警 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 今次影片中 布蘭燈播放了其他人在網上公佈的預言和夢境的影片 還認為這些人也得到神的啟示 他還說有些事可以通過討告避免 但有些就不可以 布蘭燈在他之前的節目中也曾用過其他人的預言 影片也好、郵件也好 因為這些的確與他見到的顯像相吻合 今次他用了Bonnie Jones Kent Crispus公佈的預言 和Dana Carverstone牧師的夢 布蘭燈說 我要展示給你們的影片很重要 因為他和神向我展示的關於即將到來的瘟疫 和經濟崩潰的預言是一致的 接著下來布蘭燈就播放了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說 今年結束之前 死亡天使將被釋放到地球上 他們在實驗室中炮製和製造的冠狀病毒 同之相比將暗炎失色 神說 死亡天使將被釋放到國國 但不會碰到我的指紋 敵人帶來的一種病毒 是針對無辜者和老人的 但神說 不會碰到信神的人 還告誡證信者 不用怕 即使有千萬人倒在你身邊 只要信神 瘟疫就不會碰你 布蘭燈說 如果你記得我之前所說的 這個和神向我展示的事情是一致的 神向我展示了信徒 周圍會有一種蜂蜜般的光輝 布蘭燈說過 瘟疫病毒想侵襲這些淨信者 但病毒一觸碰蜜蜂般的罩 就會死去 布蘭燈有提及 那場死亡3億5千萬人的大瘟疫 他認為這個人所說的死亡天使將被釋放到國國 講述的就是他見到那場悲慘的大瘟疫 布蘭燈說他只是警告 另一個慘烈大瘟疫即將來臨 這個災難即將來臨 接著下來布蘭燈播放了一位女性的預言 布蘭燈說我們相信她的名字是 Bonnie Jones 是Bob Jones的遺相 他說大概是一兩個禮拜前 神給了Bonnie一個很嚴肅的預言警示 布蘭燈播放了這一段影片 Bonnie在影片中說 凌晨3點我在討告那時聽到 提防巨龍緊接著是生物戰這兩個詞 我立刻將它記下來 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國 中國以農聞名 而生物戰指的是故意使用病毒的生物因素 如細菌、病毒和其他毒素 作為戰爭手段來殺害或令人植物或動物喪失能力 我相信中國正在尋釀一種更致命的病毒 布蘭燈說 接著下來我還要說的是 你們記得我曾經提到過龍嗎? 我在之前的影片中說過 這條龍曾一度躲在一塊黑色的岩石後面 這是我在《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影片中提到的 我說這條龍躲在黑岩石後面 等待一個新的季節來臨 龍代表了那個病毒 而他們正在實驗室再次進行某種生物實驗 準備將它釋放到人群當中 我看到這個是歐洲開始的 所以我曾因這個夢的內容 警告過大家 影片的名字是我的夢 接著下來布蘭燈接著播放 布蘭燈的影片 布蘭燈在影片中說 當時神告訴我 新冠四月將捲土重來 祂將會帶來另一場瘟疫 大災難即將發生 祂說要知道這個出自於我 過了一陣 神又對我說 現在你要明白 我出手懲罰那些跟我對抗的人 現在是一條分界線 已經畫出 選擇已作出 地球上的災難是我落的 神說因為他們不聽我的話 他們背棄了我 現在我要放棄他們 整個世界將被震動 饑荒迫在微節 神說不僅是食物短缺 還會有物資短缺 大家現在需要儲備物資 還會有資訊短缺 美國已經陷入困境 現在我要解除它 邦尼說我不可以百分百確定神 在這裡所說的糧食短缺 是什麼造成的 或者是指電力中斷等情況 或者是神向我透露其它災難 如地震、洪水、火災 神向我展示了美國不同地方的洪水 那個將會在長時間內摧毀整個地區 我不知道這些地區是否會最終恢復 但那些事情將會嚴重影響我們的食物供應鏈 接著下來 布勒登說 如果你還記得我最近的一個顯像 我看到所有的拖拉機都停在那裡 它們都是大型拖拉機 全部靜止不動 田地裡也沒有任何作物 由西岸到東岸都沒有耕種 我看到一場大規模的乾旱 然後神說 沒有水、沒有水、沒有水 神重複了三次 沒有水 布勒登說 我看到德克薩斯州的一些地區極度乾旱 我知道那個本來就是一個很乾燥的地區 但我看到墨西哥和它周邊地區的極端乾旱 邦尼所說的是另一個關於糧食短缺的預言 神在此警告我們糧食短缺的導力 布勒登接著播放邦尼的影片 邦尼說 如果發生地震 一些地方將被撤斷 卡車無法通過 無法運輸汽油等物資 所以我們需要智慧 而不是恐懼 但要有智慧 我們無法阻止審判的導力 但通過討告 我們可以減輕它的影響 這個地方 我們插一句我們的理解 我們由邦尼和布勒登 以及很多語言者的描述中 都可以得到一個資訊 當神要降聚於人的時候 討告是無法改變人所要經歷的災難的 因為這個是人背叛神 便以後應該承受的業力 所謂的能夠減輕影響 亦是當中有一些人真正明白 上天為何降聚於人 為何自己要經歷這種苦難 轉而對神產生證信 並且下決心痛改邪悲 回歸正統 才得到神的護友 布勒登說 Bony Jones提到的 即是神向我展示的 我們可以減輕它 但無法阻止它 神對我說過 布勒登 將會發生一場大的震動 這個會帶來一個變化 人會變得謙卑 而在這個之後 將會有一場覺醒 你們不會成為山羊國 而會成為綿羊國 國父們的討告依然在我面前 那些討告會得到回應 這個國家將會敬為神 並且學會謙卑 我告訴你們 我見過Bony中所說的那些橋樑、地震 卡車無法通過的情景 我曾經告訴你們 我見到即將到來的汽油短缺 布勒登說 你需要一部更省油的車 如果你有一部大型SUV或類似的車 我見到的情況是 可能會出現嚴重的汽油短缺 沒辦法加到油 這是很嚴重的情況 因此 我只在為此祈禱 我相信我們可以減輕一些影響 同時 我相信神也說過 我會一直為信我的信徒提供保障 我會一直照顧他們 接下來布勒登分享了 來自於Can Christmas的預熱 布勒登說 這個Can最近公布的 Can在影片中說 今次我沒有筆記 我無法查看任何記錄 只能告訴你們 我所見到的 這是最近一個星期半左右的夢境 大約八、九日前 我夢見自己站在大約邊 我不確定是大西約 還是太平約 但不要管哪一個了 在遠處的海面上 我見到一個高於水面五十英尺的高斯牌 在夢中 我開始走入水中 水逐漸退去 離我越來越遠 水退得越遠 我越意識到自己 實際上是在這裡下沉 越走越低 最後走到海平面以下 二千英尺的地方 地面乾燥 雖然應該是來臨的 但並不是 我繼續向下走 最終我站在海底 抬頭看向高斯牌 它似乎在我上方一百英尺的地方 高斯牌寫著經濟荒幕 Can跟著說 我伸手去撿地上的泥土 當我捧起它那陣 它是乾燥的 我攤開手那陣 泥土變成沙 風一吹就散了 我轉身走回那個 我以為是海藏的地方 然後我在夢中見到 一條繁忙的街道 街上有車來來往往 大家在這裡踩自行車 跑步 做著各種各樣的事 之後畫面突然一轉 所有的一切都改變了 那裡Can打了一個響子 表明一切轉變 都是在一瞬間出現 烏蘭燈這時候也打了一個響子 還插嘴說 這就好像我一直試圖 告訴你們的那樣 一切變化在20小時內就會發生 很快 一瞬間一切都變了 夢中我見到的場景就是這樣 變化很快 剛才一切還是正常 突然之間一切都變了 這是他大約一個禮拜前做的一個夢境 布蘭燈接著播放了Can的影片 Can在影片中說 在我的夢裡 車都停在路邊 沒有移動 我見到一些人走路 但並不多 我還見到垃圾被丟到處處都有 告示牌寫著 海下二千英尺 周圍垃圾遍地 我見到大家手裡拿著幾個購物袋走動 你們還記不記得七八十年代用那種中式紙袋呀 那些紙袋用來裝雜貨很實正 你不可以將活的月紅放進去帶回家 但他們確實很硬正內容 我見到他們手裡拿著購物袋 一人有兩三個袋 他們走來走去 把袋帶回家 帶入公寓 Can說 夢中時間似乎過了一兩天 我看到大家手裡只剩下一個袋 而不是好像之前拿著兩三個袋 再之後 我見到他們手裡再沒有袋 我見到大家走到ATM機前 試圖落前 但ATM機什麼都沒有逃出來 我還見到有一個人站在結帳台前 排著一大堆人 顯然大家都很焦急 新聞台的掃描器壞了 燈還是著 但掃描器不工作了 有個牌寫著只接受現金 這個人打開荷包 裡面空無一密 他看著荷包開始哭了 然後就走出去 就在這一刻 我又見到那個告示牌 上面寫著經濟荒漠 接著Can表達了希望人回歸信仰 並且希望人可以照著神的旨意去做 並且和布蘭登說的一樣 給大家準備一些物資、資源 甚至手上要有一些現金 因為布蘭登的這一期節目太長 我們會將他的節目分開來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們就先分享這麼多 我們下一期繼續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進入 通訊不理 感谢观看